记者陈卫慈新北报道 中晋营董事长是专委张明田 因涉入中晋营内胡购的案 去年11月被收押禁件起经 张日前透过律师申请聚保停押或准 台北地院金财准张义一亿元交报 下午近30张扛着一大袋行囊不出台北看守所 面对媒体J1觉得冤枉吗 有没有话想说张不乏一语 在亲友促勇下搭上乡行车火速离去 但相隔一年再度重获自由 张心情似乎显得轻松许多 检调认定张明田主导中晋营高价撑购张家人 以人投公司取得土地不法套利八九亿元 今年1月12日依违法证交法制特别被信等罪起诉 该案随即进入法院审理阶段 而张日前透过律师申请聚保停压或准 法院条件为一亿元交保金额 且需限制住居出警出海 以及每日晚间需附辖区派出所报道 并命不得与同案其他被告或证人直接或间接接触与往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